学生选择专业方面 您觉得在追求理想和注重现实两个方面 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平衡呢 如果你未来想找一个工作 我倒是建议你奔着你的兴趣去 因为兴趣最能支持你把这个事情走到头 你保证你的兴趣 你就会提高你的效率 你就容易获得成功 像我们注定要处在世界边缘的人来说 我们的人生意义又该如何定义呢 今天的世界不可能给任何人一个中心的位置 我们从内心上应该知道 我就是我的生活的中心 我只要不妨碍别人 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问题 谢谢你 好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 您好 我是来自基电工程学院的一名本科生 同时我也是一名抑郁症患者 在我和长辈聊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总是跟我说 你们现在生活过得这么好 可病王的话墙太多了 为啥你们的心理这么脆弱呢 其实我们预医症患者的世界 很难被正常人所理解 所接受 我今天在这里想借这个平台 为预医症患者发个声 此外就是我想问一下马老师 你在面对一些消极的时候 和一些压力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呢 好 我觉得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这个抑郁症 首先就是能够摆脱它的一个前提 我看过一本书 是一个美国精神病学者写的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在精神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激患 得精神病跟得感冒一样 容易得 容易好 我们每个人都设身处地地想自己 就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就有这一段日子做事 索然无味的时候 这时候你都是你的精神上 进入了一个狭窄的通道 我觉得抑郁这个我也抑郁 我真的 有时候我也抑郁 就是有点想不通 每个人都有 这个没有什么很丢人 我们过去中国文化中的 对精神病患者都认为精神病 这个词就不是个好词 比如有人之间说 就是你的精神病 那这个本身就是歧视的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上 跟肉体没有区别 肉体是可见的难过 比如你的疼痛感 是可见的 精神上呢 看不见就很难被别人理解 我们如果能够每个人都能正视自己的精神 卫生 那我觉得呢 我们就可能从这样的一个状态中走出来 比如 我刚才实际上是在讲 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是悲观的 你一定要用乐观的态度 对待你悲观的生活 一定要强化自己 人很多时候是强化的 你比如说 我站在这个台上 人家说 你上去慌不慌神 你上去慌不慌 你自信不自信 我告诉你 所有站在这个台上 能够自如说话 自信的人 全是装的 你们相信吗 我就是装的 你看 你们死活不信 他是这样 就是你装到一定程度 他才变成一个自信 每个人第一次 你要当着这么多人说话 你一定是心里胆触的 为什么要早期有这种训练 你看西方教育 就让每个孩子都不停地说 他就是强化你的自信 我有一回跟普存心聊天 就是我们在后场 上去也是演讲什么 我记不住了 我跟他聊天 我说 我说我为什么这么上台干什么 我还是有一点紧张啊 他说那是最好的状态 他说这个演员最好的状态 就是适度紧张 只要有适度紧张 你就比较警觉 然后你就比较 表达得比较好 如果你特泄松 你上去就是永远的泄松 你就不好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以你的积极态度 去对待这件事 刚才我说了 我再说一笔 这句重要的话 就以乐观的态度 对待悲观的生活 谢谢你的提问 希望你早日康复 谢谢马老师 谢谢 马老师您好 随着我对我的专业的不断学习 我越来越发现啊 我对我自己的未来的工作 以及将来何去何从 越来越感到很迷茫 就是跟今天主题相似 我甚至不知道 自己的人生的意义何在 然而我曾经在一篇 转发超过十万家的文章中 也有读到过 不只是我 而且包括清华北大 他们的学生 也有超过百分之三十 也会有这样的情境 然后我跟我的父母 或者跟我的长辈人 去聊这些事情 他们有时候会觉得 这只是我们这些小年轻 在无病身影而已 但是既然这也不是 我自己的一个个例的话 想请问一下 您关于我们年轻人 是怎样破除这种 自己畏惧迷茫 不想要去找到自己的目标 这个方向 应该去怎样解决 我们这个世界 为什么整个世界 有这种迷茫 不是你们这一代人 是整个今天的世界 西方世界也有 我们的邻国 日本韩国都有这个现象 第一 是人口增长的问题 我们人口从1840年 鸦片战争到现在 人口由10亿增加到60亿 这个你要看图表 是这种爆炸式的增长 人类在度过了冰河期 就是人类在五万年前 还是宾威物种 度过了冰河期以后 人类基本上是 每200年增加1亿 就是到大约汉代 长安这时候地球有1亿人 然后每增加1亿 要经过漫长的 两个世纪200年 那么这一直到 大约到近代史开端的时候 地球凑满了10亿人 这10亿人走了2000年 但是到这时候 就爆炸性的增长 它为什么爆炸性的增长呢 是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 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的成功 它是不可能爆炸性的增长的 那工业革命的成功呢 反过来应用到 这个农业革命中 所以我们有机械化的耕种 美国人一个农民 就俩人夫妻俩 能供咱们这屋子 所有人吃饭 那过去是不可能的 那么当这种人口的爆炸 和知识的爆炸 现在又一点是知识的爆炸 你们这么多学科 每个学科都有 别人不懂的东西 当这样的知识 和人口的爆炸 说你的心中有恐慌 是很正常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那么克服恐慌 首先是你的职责 你到这个世界上来 你的父母说你无病声音 是因为他们那代人 没有恐慌 非常充实 为什么充实呢 他要奔 他最基本的油盐酱醋 柴米油盐 他要奔这些东西 今天你没有这些烦恼 是吧 你今天的顶多一烦恼 就是我的外卖 为什么还不来 我叫了15分钟了 你这个烦恼 是这个烦恼 我们过去没有这种烦恼 你的烦恼是 你今天吃什么 没有 我小时候还看到邻居 一家四个男孩去上学 那妈就得出去借两食吃 所以我觉得啊 你要知道世界整体的大格局 是这个状况的时候 理论上讲 你应该知道如何去应对 好吧 谢谢你 好的 谢谢老师 马老师好 我叫冯雪叶 我曾经是一名西部计划的志愿者 作为研究生制药团的一员 到祖国的西部 进行了一年的制药工作 然后在工作过程中 我其实常常心里是心暖的 因为即使当地的条件是有限的 孩子们他们还是积极向上 质朴纯真 但我也经常看着他们 心里会发酸 因为我们城市孩子一出生 就拥有的一些东西 对于他们而言 可能需要通过拼搏十年 甚至半辈子才会得到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是 自嘲和调侃 说现在是一个拼爹的时代 就想问一下您对于拼爹 时代是怎么样一个看法 谢谢老师 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 我们今天还是有贫困山区 边远地区 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很低 我们在有可能的时候 尽量地帮助他们 我们都很清楚 只有教育这条路 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对吧 我之所以今天能站在这儿 是因为我爹 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读书的人 我爹 我爹为什么读书呢 是因为他的爷爷发了财了 把他送去读书 在民国的时候 他在民国读了十年书 我爹读了十年书 都当上了老师了 那时候 在民国时期读十年书 比现在读到博士的人还少 但他毅然决然地 去当兵抗日去了 所以他是我们家族 第一个读书的人 如果不是他读书 我就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每个家族的改变 每一个人的改变 可能会影响后面 就是你讲的拼爹时代 我很钦佩你去西部 能够去平均地区去支教 现在很多大学生做这个事 我都知道 很不容易 非常艰苦 那么你每个人的努力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这样 每个人的努力 都一定是有作用的 你很难一个人改变世界 改变这个社会 但更多的人 一块加起来 就能改变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帮助它 是我们的努力 我们每个人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 您好 您好 我是一名历史建筑 保护工程专业的学生 然后也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 一名大学生讲解员 之前很幸运很幸运 你在博物馆 就远远地看见过您一次 就那天中午的饭 我都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我在博物馆 带游客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我很想通过我的讲解 把我所了解到的 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带给来这里参观的游客们 但其实我发现 很少有游客 能兴致勃勃地 从头听到尾 多少会觉得有点无力 或者有点遗憾 所以我就想问您 在当下 像我们中国如此丰厚的 传统文化或者传统工艺 应该怎样传承 或者怎样能走进 当代的年轻人之中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 讲讨中国的故事 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呢 很多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 其实这是一个 很艰巨的任务 比如你们谁敢站在这个台上 说我用十分钟 讲清楚长安 很难 我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 见到人们就不停地说 我老说我不是个学者 我只是一个布道者 我不停地在说 希望我们的民族 喜爱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希望每一个中国人 能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好 那就我就是布道者 那么在这种布道的时候呢 比如我在博物馆 我自己办博物馆嘛 一开始我老给别人 讲演 讲 讲解 我在讲解的过程中 我是不停地是看客人的反应的 它的反应决定我的走向 决定我是深 是浅 这个一定要学会 我过去说 我们写一个书 或者发表一次演讲 叫什么呢 叫深者看深 浅者看浅 就是说 我如果自己 有了很多文化积淀 我听你演讲 我能想到更深层次的 这个道理 那很好 如果你说我这个不行 我听你这个 我没听了 但是呢 我也听一个乐 我听着也很高兴 说笑得我肚子都疼了 也很好 深者看深 浅者看浅 是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了解 我想你呢 跟这个观众之间 慢慢地沟通 你发现他有兴趣 就往 领他往纵深走 发现他没有兴趣呢 你就浮在表面 这个就比较容易应对自如 我们不要求 每一个人 都达到你的期望值 这是一个不现实的 尤其你是专业 他是非专业 你让一个非专业的人 达到专业的期望值 这本身就不现实 所以我觉得 降低标准 适应对方 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我是管理学院的雷鑫 首先非常感谢您 对我们人生建议方面的启迪 就我自己而言 我是觉得恋爱和爱情 也是挺重要的一部分 太重要了 所以我想问您 有没有什么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 爱情方面的建议呢 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 叫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复杂地回答这个问题呢 需要八个小时 好的 爱情是这样 爱情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爱情是我们人类的 所有的情感中最为复杂的 它是一个双向 一旦我们认为的世俗的爱情 获得成功的时候 是两个人结合 这两个人结合呢 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关系 比如你所有的亲人 你所有的亲人 之所以成为亲人 是因为跟你有血缘 而你爱的这个人 跟你一点血缘不能有 这个没有血缘的人 变成从法律角度上说 叫你的第一继承人 一旦 你们完成了法律手续 你要切割开的时候 他要拿走你的一半 除非你们有事先的约定 所以有钱人就不愿意结婚 就这个事 除非你比他还有钱 那你也不愿意 那么爱情呢 它本身不应该掺杂 更多的社会内容 但不幸的是 爱情掺杂了所有的社会内容 第一个简单的社会内容 叫相貌 对吧 狼才与女貌 首先他要看你 他要感到愉悦 那么这种愉悦的标准不一样 它受文化的因素也不一样 你比如我们有时候看欧洲人 他喜欢一个亚洲女孩的时候 按照亚洲人的标准 说这女孩不好看哪 他为什么外国人就觉得特好看 就因为你长得那种浓眉大眼 在欧洲特别不流行 他要喜欢这小细眼 越小越好 越小越聚光 他喜欢单眼皮的 我们小时候都喜欢双眼皮的 我小时候因为没有隔双眼皮 这个事 要有 要有我也是单眼皮 我也不会隔了去 对吧 但是我们小时候就说 就是双眼皮好看嘛 突然有一天 人告诉我单眼皮更好看 我就心里一直在想 真的是小时候没隔 要隔了这不是得多后悔啊 是吧 那么 爱情当中的相貌 相貌是你的 就社会内容的最简单的一项 然后复杂的社会内容 就包括你的身份 身份对等 身份对等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我们大家认为的身份对等 就教育程度啊 家庭背景啊 还有甚至有人认为 我必须得是老乡 是吧 为什么是老乡 它是一个文化圈 那这些复杂的社会内容 全融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而又要解决它之间的 所有的矛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 所以在爱情中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可以说的 爱情的持续力 爆发力是大于持续力的 爆发力很大 但它持续的爱情是什么呢 它就会变成亲情 如果爱情转化为亲情的时候 那我认为是爱情是成功的 如果爱情永远不转化 永远是爱情的 是带有那种爆发力持续的 我认为 我认为那就不是爱情了 那就是走火入魔了 对吧 你看到 我可以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结婚 他请我去 请我去以后呢 他让我给讲两句 是吧 每个人结婚上 一定都是讲人家特高兴的 早生贵子啊 什么这个 他让我讲两句 他前面自己先讲了一句 爱情感言 说我希望跟他结婚以后 我们到晚年的时候 我们还能手拉手 一块去看夕阳 很美吧 爱情吧 上去让我讲 我说好 我说刚才他讲了 他们希望他晚年的时候 还能手拉手的 一块去看夕阳 我说你那时候 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当你们两个人老了的时候 手拉手 看夕阳的时候 一定记住回回头 后面坐轮椅的那人是我 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你说完这个话 会有人监督的 我不监督 也有上仓监督 对不对 你真的能做到 你们两个人 年轻的时候 能跨越半个世纪 乃至跨越一个世纪 将来你说命长了 你能手拉手的 一块去看夕阳吗 你人生中会遇到 很多很多问题 你人生中遇到 最大的一个问题 叫诱惑 你能克服诱惑 就会有爱情 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我是环境学院的一名学生 汪昭 我在学习和实习的过程中 接触到了一些师长 同事和领导 从他们的身上 仿佛能够看到未来的自己 然后就会觉得 未来很难再抱有 想象力和活力 可能还会有一点油腻 我又是一个追求心意的人 特别不想走一条 很无趣的 能够看到底的一条路 所以我的问题是 老师 未来我们都会变得很无聊吗 首先你不会 你要保持你这样瘦削的体态 就不会成为油腻男 油腻男首先要胖 我年轻的时候就你这么瘦 但是我没有保护好自己 45岁以后开始发胖 那时候也没人告诉我 人的这个肥胖也是有记忆的 我现在每天都为减肥痛苦 我这样已经减下去 十几二十斤了 还胖 我为什么从瘦这个事说起呢 人是要有自律的 你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就没有自律 如果我要让我胖起来 我很容易现在身上增加五十斤 我只需要两个月 每天长一斤 就天天吃 就在西安待着就行 西安的东西全是长胖的 没有一个不是 就是各种面 那么当你能看到未来 就是你觉得未来 是一种油腻的状态的时候 没有什么指望了 你就觉得很无聊 那你就好办了 那我觉得你看得很远 你很清楚自己说 你一定要改变这个状态 我其实刚才告诉你 你控制 你能控制 你到中年以后 依然这么受销 那就是你有自律 你有自律 你就不可能跟他混在一起 我们生活中是这样 一个人的意志 是非常薄弱的 很多时候都会松懈 都会自己原谅自己 对吧 你减肥减不下去 我老听人家跟我说 我这人喝凉水都胖了 我说你进屋 你跟我进屋 我给你锁里头 我就割凉水 我就不信你胖了 你这个违反生物原则 你要是真是喝凉水就胖了 那我就给你送科学院 就研究你 为什么喝水就能胖 对吧 没有这种人 都是自我在找借口 人对自己的管理 我们先说管理的最简单的 就是对你身体的管理 你是不是健康 你是不是能腾出点时间去健身 不要老在被窝里 每个人都觉得被窝里最好吧 早上不起床 是吧 你点头就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律 我原来 我多少年了 我都是闹钟叫醒我 我特别能睡觉 我也特别爱睡觉 但是只要闹钟响 我一定起来 闹钟都是我自个上的 我自个定了点 没有借口 也不需要把闹钟 隔多老远 对吧 强迫自己爬起来 摁的回来又睡 那都没有用 就是要知道自律 对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当你的人生 往上走的时候 你看得见 自律能帮助你 改变你的那个油腻 可能的油腻状态 谢谢你 这是老师 马老师您好 辛苦您了 我叫维书炫 然后可能是因为 最近生活有些忙的原因 我就会特别追求效率 也很计较做每一件事情的 时间成本 就导致现在我觉得 整个人都有点功利 也很浮躁 然后我甚至还把 这种不好的状态 就是缩影到 我和我男朋友的相处身上 我常常对他进行灵魂三大考问 说话能快点吗 你点重点说吗 能别老磨磨叽叽的吗 这一段考问下来 他已经不愿意和我交流了 所以我就是想请教一下您 就是您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您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老师 你的男朋友来了吗 没有 没有就比较好说 是这样 你说你特别希望提高效率 我觉得这是对的 我们做事一定要有效力 人什么都可以去想办法 唯独一个事不能想办法 就是时间的长度 是没有办法压缩的 这非常公平 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同等时间内要做事 那就要提高效率 我有时候说我自己 你比如说我就是到今天为止 我每年还写这么厚一搭子纸 那个纸让你们任何人看 你都没有勇气超一点 对吧 那么我这么多社会活动 这么多事 我还要就是做 有时候我自个儿看着都晕 我说我怎么弄了这么多东西 那么这就叫效率 做事是要有专注的 一旦你要做这个事 就一定要提高效率 尽快把它做完 而不是说磨蹭 现在有拖延症 是吧 且拖延到最后那一刻 如果你拖延到最后一刻 你也能迅速完成 那你就拖延 如果你拖延完了 后果你是知道的 那你就不应该拖延 人在很多时候是强迫自己的 我一直在说自律 自律就叫强迫自己 我刚才讲 人生中获得成功效率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所有的革命 人类的文明革命 都是在提高效率 今天你的手机 是提高了各种 信息沟通的效率 你今天跟一个美国的朋友 一秒钟之内就沟通了 过去是没法有这个效率的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一生 不管是学习 就是学习 放松就是放松 别放松时候 也彻底放松不了 学习的时候又想着游玩 那种状态不好 我觉得 你这个 跟你男朋友这个 还是尽可能的 要缓和 你就说我说的 谢谢老师 尽可能的要缓和 人生是这样 人生碰到一个 能跟你融的人 是很不容易的 男女之间 做男女朋友 能相融是很不容易的 你一生中碰不了 多少人能够相融 如果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一定要珍惜 谢谢您 好 谢谢老师 马老师您好 我是最后一个提问的同学 张向军 应该第一个上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 您因为喜欢文物 所以收藏了很多宝贝 然后我也在之前 有幸去北京 您的官复博物馆 参观了他们 网上说 您的这些收藏 价值有百亿 但是我想知道 您作为像您这样的 一个大收藏家 推动您不断收藏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网上说 我有百亿 千万不要信网上的 是这样 我喜欢收藏 最初是个偶然 我为什么喜欢收藏呢 是因为你看到很多东西 你看不懂 它包含了很多复杂的 社会内容 你怎么弄懂它呢 你把它拿回来 是吧 我早期的时候 像你们这么大年龄的时候 那东西不值钱 过去那个早市上 有时候几毛钱 你就能买一文物回来 因为谁都不要 买回来就要闹明白它 这东西干嘛的 买个朝代的 怎么回事 慢慢你会积累很多知识 当你积累的知识 到达一定数值的时候 你会有裂变 所谓的飞跃 你会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看法都有所不同 你今天如果你们对 我们这个十三朝古都游 详尽地了解的时候 你对人生的看法 都会有所不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史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 我们自己的文物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文明的历史上 所有的标高在哪 那么我收藏文物 最初就是个乐趣 它是我一个 不断地挑战 你自己的认知的一个器物 我们的文化 是以证物的形式出现的 就是我们讲证据 历史的证物 当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证物 捧在手里的时候 你会感慨 你跟几百年来 至几千年前的人沟通 当你认为 你沟通已经完成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们活在这个生活节点的重要性 或者说不重要性 你没那么不重要 你也没那么重要 你就要了解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不是我们创造的 是我们的先人 及我们中国人所有的聪明才智 创造的 当这些具有聪明才智的文物 捧到你跟前的时候 你对他一无所知 是个耻辱 让他一无所知